爱毛返球 战国时,魏国国军魏文侯外出游玩,看见 有个人,返球而复出,反穿着皮袄被拆草,就 好奇地问,为什么让毛巢里而皮巢外呢? 被拆草的人回答,我这是因为爱惜毛 喂 文侯说,你难道不知道,如果皮膜破了,毛 也就无处依附了吗?成语,爱毛返球,由 此故事引申而来 家家爱毛返球警号比喻本末道志,贪小师大 爱乌吉乌 周武王在功克商朝都城朝歌,建立周朝后 问军师江太公,怎样处置商咒王遗留下来的人 江太公说,我听说,如果爱一个人,就应 奸爱乌上之乌,连带爱他乌上的乌鸦,如果 恨一个人,同时也应憎恨他的随从家丁 咒王 作恶多端,你可以把他的那些部下斩尽杀绝 武王否定了江太公的主张,而根据周公的建议 让那些人回家种田,自谋深入 成语,爱乌吉乌,由,兼爱乌上之乌,发展而来 家家爱乌吉乌警号比喻因喜爱某人而连带喜爱 与他有关的人或误 安部当车 战国时,齐国的齐宣王召见影视严处 宣 王坐在殿堂上,叫严处上前来 但严处却叫宣 王走到自己身前来,并说,我上前是羡慕权 是,而大王上前是李贤下是 宣王改变态度 说要拜他为师,并让他也和自己一样吃肉成 车 严处谢绝说,我情愿回乡过闲事的隐居 生活,把蔬菜当肉吃,安部已当车,把安 闲得散步当作乘车,洁身自豪,说完就 回去了 安部当车,由此而来 家家安部当车警号只把缓慢的步行当作坐车 按兵不懂 春秋时,靖国执政大夫赵剪子准备攻打 国,先派史莫去国了解情况 史莫去了半年 后才回来 赵剪子问他为什么去这么久 史莫说,为了谋求利益反而得到害处,这样的 事不如不干 现在国国军很开明 只掌握力量而暂步行动 以等待时机 现在也比喻接受任务后不肯行动 按图所记 春秋时,秦国的伯乐很善于鉴别马匹 他 把自己识马的知识和经验写成一本书,叫《香》 马经 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马匹 他 儿子熟读这本书后,以为学到了父亲的本领 便拿着《香马经》到处去,按图所记 有次 他见到一只赖哈马,前额刚好与《香马经》上 的好马特征相符 便以为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马上跑去告诉父亲 伯乐知道儿子愚蠢,戏虐 的回答说,这匹马太会跳,不好驾驭 记,好马 家家按图所记警号比喻机械的照班书本质是 不 了解事物的本质 按键商人 春秋时,郑国联合鲁,其两国共同讨伐许 国 在攻打许国都城时,老将尹考书手执大旗 登上城头 青年副将公孙子都眼看尹考书就要 立大功,心怀忌妒,对他暗放一箭,正中背心 尹考书顿时一个跟斗栽下城来 另一副将侠书 银还以为他是被敌人射死的,马上拾起大旗 继续指挥战斗 最后,政军终于攻破了许国都 陈 人们称公孙子都向尹考书放件事案件商人 家家案件商人警号比喻用阴险的手段暗中攻击 或陷害别人 暗中摸索 唐朝有个叫许静宗的人,曾官居中书令 他姓秦孤傲,不大看得起别人 虽然结识过许 多人,但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他所敬佩的,所以 转眼间又会把他们给忘了 有人说他记性太坏 许静宗回答,像你这样的人我当然记不住 但如果碰上何逊留校绰审约蟹跳这类人 我即便是在,暗中摸索,也能把他们分辨清 处,何逊留校绰审约蟹跳均为难朝 著名学者 家家暗中摸索警号比喻摸索门禁 探求势力 八仙过海 传说旅动兵等八位神仙去赴西王母的盘桃 会,途经东海,只见巨浪汹涌 旅动兵提一个 自投一样东西到海里,然后各显神通过海 鱼 试铁拐礼把拐杖投到水里,自己立在上南过海 寒箱子以花篮投水而渡,旅动兵兰彩和张 过老汉中离曹国舅和仙姑也分别把自己 得肖拍板指旅古玉板竹罩投到海里 站在上面竹浪而过 八位神仙都靠自己的神通 渡过了东海 八仙过海,根据这个传说而来 家家八仙过海警号比喻各自有一套办法或本领 去完成任务 跋山举顶 项羽年轻时,和叔父项梁一起住在屋中 地名,他身材魁梧,体力过人,能一下就跋痕 众地顶举过头顶,为众人所探服 后来,项羽 绿楚军与刘邦的汉军联合推翻秦朝统治,开始 楚汉之争 当楚军被汉军团团围困在该下,的 明,时,项羽在营帐中对自己的爱切鱼姬作歌 感叹 歌中第一句就是,立跋山吸气盖世 描绘自己当初的雄威 跋山举顶,根据项羽 的故事概括而来 跋山,跋山跋起 家家跋山举顶警号形容力大无比 白居过戏 宋太祖赵匡应一次宴请石守信等功臣 当 酒喝到差不多时,赵匡应诉说自己做皇帝后晚 上睡觉都不安稳 石守信等人一听赶紧表示自 几的忠心 宋太祖又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 但你们的部下会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你们做皇 帝的 将领们下得赶紧扣头请罪,要求指点 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居过戏 人生短促的就像白色骏马在缝隙前飞跃而过 一样,你们不如多积些钱,到地方上想浮去 于是使守信等都要求解除兵权 家家白居过戏锦号比喻时间迅速流逝 白龙渔福 相传,天上有条白龙 一次,他化妆成 于,下凡来到清澈的水中,被一个叫玉且地打 于人射中了眼睛 白龙赶紧逃回天上,向天地 诉说玉且的罪行 天地问他,你是在怎样的 情形下被他射伤的 白龙回答,自己化妆成 于在水中游时被射中眼睛的 天地于是说 于本来就是人们要射杀的 作为打鱼人,鱼 且并没有罪 他没有想射杀白龙 并则怪白 龙自己要化妆成鱼,是就游自取 家家白龙于福锦号比喻贵人为福出行 白首同归 西境的孙秀曾向富豪石虫讨过他的爱妾律 朱,遭拒绝后怀恨在心 石虫的好友攀岳也狠 看不起孙秀,曾当面讥笑过他 孙秀当上中书 令,官民,后,就诬陷石虫和攀岳谋反作乱 抓来处死 刑场上,攀岳想到自己曾赠过石虫 一首诗,诗中有一句是 白首同所归,年老 后同时死,想不到现在居然应验了 就对诗 虫说,我们现在真可以说是 白首同所归 了,白首,白头 家家白首同归锦号比喻友谊很深,到老不便 也表示年老后同时命中 白衣苍狗 唐朝诗人王继友虽然贫穷,但为人正派 劝奋好学 他妻子嫌他没出席,离他而去 于 是许多人只指点点,把王继友说的一钱不值 诗人杜甫很为他鸣不平,写了一首题为 可叹 的诗 诗中有二句是 天上浮云四百一 思须便换为苍狗 意思是说,天上的浮云像 见洁白的衣裳,可是一会儿就变成灰毛狗的样 诗 感叹王继有这样一个好人,被说成那样低 烈 白衣苍狗,由诗中简化而来 加加白衣苍狗锦号比喻世事变幻无常 白鱼入周 商朝末年,周文王积极扩军练兵,又联络 其他诸侯准备攻伐残忍暴虐的咒王 可是还 没聚兵,周文王就死了 他儿子周武王继位后 绿大军伐咒,在黄河梦京渡口过河 当船行至 黄河中央的激流湍急处时,白鱼入王周中 一条白鱼跳入武王乘坐的船里 武王俯身 失去白鱼,用以祭天,认为这是伐灭咒王的吉 照 白鱼入周,由此而来 家家白鱼入周警号比喻战士必胜的吉祥真照 白鱼清舍 敌人节是唐朝人,年轻时曾做过并周法曹 参军,官名 当时他的父母远在河阳,帝明 一次敌人节登上太行山,向河阳方向远眺 只见一片白云在天上孤零零的漂浮 他对随行 的人说,无倾舍其下 意味,他的双清酒 住在那片白云下面 他惆怅的忘了好久,直 到那片白云散去才离开 成语,白云清舍,跟 据该故事而来 清,双清 舍,房屋,这里 为居住的意思 家家白云清舍警号比喻客居他乡,思念父母 百发百众 春秋时,楚国有个建设的很准的人,叫养 游击 一次,他在一百步远的距离射柳树上的 叶子,百发百众,围观者连身叫好 这时 有个过路人说,现在可以教他怎样射箭了 养游击感到奇怪,说 人们都说我射得好 你怎么反而说要教我射箭 过路人说,虽 然你现在百发百众,但是如果不善于休息,呆 会儿疲倦了,就会工之不振,剑发不值,一剑 都射不忠 所以你还硬学会善于休息 家家百发百众警号原来形容射数很高明 现在也 比喻料是很准确 百感交集 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后 内乱不断 慢慢 的 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黄河流域陷入长期 混战 后来匈奴贵族刘聪攻陷洛阳长安 扶 或进閩帝 消灭了西晋 四年 晋王族司马瑞 在建康重建晋朝 史称东晋 北方人未必战乱 纷纷南迁 原西晋太子喜马 官名 戒在南 渡长江时 沮丧忧伤的对左右的人说 见到 这茫茫的江水 不经使人 百端交集 谁愿离 开自己的家乡呢 百端交集 现多做 百 赶交集 加加百赶交集 仅耗指各种感触交织在一起 百文不如一见 西汉时 强人入侵 汉宣帝 召集大臣闷伤 亮对策 问谁能领兵去抵御 76岁的老将 赵冲国自告奋勇 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当宣帝 向他询问用兵方案时 赵冲国说 百文不 如一见 听一百次还不如亲自去看一次 等 我去实地调查后再说 于是他通过侦查帝是 和敌情 定下了派兵囤守 对枪人进行分化 并加以各个急迫的方案 然后向宣帝汇报 这 各方案实施后 枪人就再也猖狂不起来了 加加百文不如一见 警号指多文还不如亲自见到 更可靠 百折不挠 东汉官员乔玄品行端庄 极恶如仇 有次 一伙强盗绑住他十岁的儿子 带进他家 要证 在病中的乔玄立即拿钱赎去 遭到乔玄的怒斥 不多时 官兵包围了乔家 因怕强盗会杀乔玄 的儿子 迟迟不敢动手 这时 乔玄愤怒地喊 道 我难道能因为儿子的生命而放了这火坏 人吗 催促官兵们赶快动手 人们称赞乔玄 百折不挠 始终保持节操 折 挫折 挽 弯曲 加加百折 不挠 警号形容 不管经受多少挫折 绝 不屈服退缩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三国中的为国一建立 魏王就广泛征求制 国方案 已巩固其统治 有个叫曹炯的官员权 告慰王要多多招用人才 培直势力 这样才可 已在突然的变故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草炯还比 欲说 百族之虫 致死不将 已扶之者众也 意思是说 有一百只脚的虫子 死了以后狠 长时间不会倒下 这是由于支撑他的脚很多 所以魏王也应取得众多的支持者 百族之虫 致死不将 现用作 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将 这里指导下 家家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警号比喻有权势的人 或集团即使垮了 也仍然留有势力和影响 败军之将 储汉之真实 汉军大将韩信打垮 魏王报后 继续向东宫打投靠储君的赵王歇 但他们必须 经过一个较紧行的狭窄山口 赵王的谋臣里 左 车向赵王献祭说 紧行道路狭窄 汉军的资 众一定拉在后面 我如果带一部分军队 超小 路去截断他们的资重 就会使他们因失去不及 而败走 可是赵王没采纳李佐车的计策 汉 信攻克赵后 向作为俘虏的李佐车请教一些问 提 李佐车谦虚的推辞说 作为 败军之将 我怎么可以教导你呢 家家败军之将警号指打了败仗的将军 班经道顾 春秋时 楚国的武参与蔡国的紫巢是好友 他们的儿子武举和申子也从小结下友谊 后来 武举取了王子墓的女儿为妻 当王子墓获罪逃 王后 有人诬告是武举帮助岳父逃走的 面对 官兵的追捕 武举之好离开楚国 准备投奔进 国 在镇国郊野 他偶然碰见了申子 两人喜 出望外 班经相遇时 而严妇顾 坐在铺 开的金条上 一边吃东西一边商谈武举回国的 是 后来金申子的帮助 武举回到了楚国 班经道顾 据此而来 班 铺开 家家班经道顾锦号比喻朋友在异地重逢 共序 旧情 班门弄斧 唐代大诗人李白 死后被埋在采石机 的 明 以后 无数文人默刻前去平调 在他目 上提闷了诗句 明朝竟是梅之幻见到这一情形 后 感到这些提诗的人太不自量力 于是就在 这些诗句后免提诗讽刺说 采石江边一堆土 李白诗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班门前 弄大福 意思是说 人们在大诗人李白的墓 前提诗 真好比在著名工匠鲁班门前卖弄大福 一样 家家班门弄辅锦号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 半部论语至天下 宋朝大臣照进学问较浅任宰相后 每天 回家都关门读论语 第二天处理正式应付 自如 人们说他是靠了半部 论语的学问 宋太宗赵匡 依旧此事问赵靖 赵靖直言不会的 说 就我现在的学识程度来讲 确实没能超 出论语 以前我靠半部 论语 辅佐太祖 平定天下 今天我想用半部 论语 辅佐陛下 来治理天下 因为 论语 中的话是天下的治 李明言 他死后 人们在他的箱子里找到了 二十篇 论语 家家半部 论语 至天下 仅好意味 掌握半部 论语 就能治理国家 放人门户 宋代的苏世 曾写过这样一则 预言 有户人 家一俗在门上悬挂 陶符 在陶木板上写上 神明 又在大门的横幕上挂起 爱人 用 爱好扎成人形 以压邪驱毒 一天 陶符抬头 对爱人破口大骂 你这种草包 居然敢在我 的上头 爱人回敬到 你一半截入土了 还争什么高下 双方争吵不休 这时一旁的 门神调解说 我们没用 才 放人门户 依附在别人门户上 还有什么空闲来 争这口 气呢 家家放人门户 仅好比喻依赖他人 不能自立 抱残首缺 稀罕的流星 在教刊群书中 发现了 春秋 佐世传 等古文经书 他很高兴 建议汉哀哆 设立古文经学学馆 却遭到一些博士的反对 流星为此项主管博士的太长 官明 写了封信 指出 历代以来 由于朝廷禁止私人藏书 制 使学术 兵临绝境 也使得博士们 抱残首缺 墨首残缺不全的一点古籍 不能探求真正 的学问 流星的意见引起了博士们的怨恨 他 只能到外地去做官 家家抱残首缺 这些仅好形容思想保守 不愿接受心事 5 暴星救火 战国后期 日益强大的秦国接连攻打魏国 魏王采取退让求和的政策 给秦国占去了许多 土地 当秦国再次向魏国出兵 直逼魏都大梁 时 魏将断肝子劝魏王把南阳 地名 也割让 给秦国 以求取和平 谋士苏代劝阻说 把地 割让给秦国 就好比 暴星救火 拿着柴草 去灭火 柴不烧完 火也不会灭 魏国的的 不割完 秦国的进犯就不会停止 只有联合别 国抗秦才是真正的出路 但魏王还是割让了难 阳 几十年后 秦国消灭了魏国 家家暴星救火 警号比喻用错误的方法消除灾害 反而使灾害扩大 暴死刘皮 王燕章为五代后梁的昭讨使 官名 他 骁勇有力 善使铁枪 被人称作 王铁枪 当后唐军队进攻眼周时 后梁皇帝朱天派王燕 张前去迎战 结果应兵少战败 他绿部下羽塘 军奋力死战 激战中 王燕章被朔刺中 受伤 被俘 后唐皇帝李存续见他勇猛顽强 想让他 为自己效力 王燕章硬死不屈的说 俗话说 暴死刘皮 人死刘明 我如果早上喂良儿 晚上喂糖 还有什么脸见天下人 家家暴死刘皮 警号只暴死了 皮刘在世上 比 欲人死后刘美明于世 暴虎平和 春秋时的孔子 有个叫子鹿的学生 身强体 壮 为人鲁莽 他见孔子不大赏识自己 而喜 欢聪明肯学的言回 心中有些不服气 一次 子鹿问孔子 如果让你统帅三军 你会选谁 做助手呢 孔子知道子鹿想表现自己的勇武 就回答说 我不会选用那种喜欢 暴虎平和 空手搏虎徒步过河 的冒险者 我要的 是御市谨慎善于思考能保证成功的人 后来子鹿果然因冒失 在国丧了命 暴虎 空手搏虎 逢 舍 家家暴虎平和警号比喻有勇无谋 冒险形式 卑躬蛇影 近代的乐广 有一次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 酒 这位朋友端起酒杯正要喝时 隐隐约约看 到酒中有蛇 他一阵恶心 还是勉强把酒喝了 下去 但回家就病倒了 乐广听说后 想到家 李墙壁上挂有一张图七的脚弓 估计所谓杯中 蛇 一定是脚弓的影子 于是 乐广再请那位 朋友来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请他吃酒 朋友 果然 果然又见到蛇影 乐广指着脚弓给他看 朋友 如是重负 并也马上好了 家家杯弓蛇影 警号比喻因疑虑而引起惊恐担忧 被臣解一 春秋时 静鲁三国联军在进军主将 细克的率领下 将前来进攻的齐军打得大败而 逃 齐请公派大臣果左前去进军求和 当细克 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时 国左言辞回绝说 静国如果诚心想和谈 齐国愿意进献保育并 归还所侵占的鲁土地 如果你们趁机无礼 要挟 我们就只好 被臣解一 被向本国 都臣 以仗最后一仗来决胜负了 再录 两国将领孙行父和孙良夫的劝解下 细克罪 后同意按齐国的要求签订合约 家家被臣解一警号 现在犯指与敌人做最后决 战 逼上梁山 古典小说 水湖描写了宋朝末年的一次 农民起义 里面许多起义军头都是被官府逼的 走投无路才投奔梁山这个起义军根据的的 有 各教领的人 武艺高强 为人正直 援在官 辅任八十万进军教头 但当权的高求父子为了 霸占他的妻子 三番几次的陷害他 派人暗杀 他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灵莎死了前来杀 他的人 这时他又得知自己的妻子已自杀了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被迫上了梁山 家家逼上梁山 警号比喻被迫进行反抗或做谋事 必走千金 三国时 魏国的曹丕对文坛提出了自己读 道的见地 他在 典论论文中说 自古 以来 文人之间就相互轻视 如东汉的班固和 复义水平差不多 但班固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却 说 复义凭着写文章 当上蓝台令时 实际 上他的文章冗长拖沓 曹丕还指出 文人们 不顾文章的风格体材多样的事实 总认为自己 所写的才是好的 就像俗话说的 家有必走 想知千金 即使自己家里的扫帚是破的 也 把它看作千金 想用 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家有必走 想知千金 现简化为 必走千金 家家必走千金 顶好比喻对自己的作品极为珍惜 亦比喻将自己不好的东西视为珍宝 碧露蓝绿 春秋时 楚庄王帅军攻打正国 正相攻击 盲派代辅黄须去向靖国求援 黄树对靖军将领 说 现在的储君因为打了几次胜仗 骄傲轻 敌 如果靖军出击 一定可以打败储君 中 军副帅先胡同意攻打储君 下军副帅鸾叔反对 说 楚庄王天天用内忧外患告诫人民 又用 楚国先军们 毕露蓝绿 以起山林 坐柴车 穿破衣去开辟山林 的精神去激励百姓奋发 突强 所以他们并没骄傲自大 结果禁军在 与储君交战中 果然被储君击败 毕露 柴车 蓝绿 破衣服 家家毕露蓝绿 锦号比喻创业艰辛 毕肉复身 东汉末年的刘备被曹操击败后 依附荆州 刘表 一住旧事数年 一天上厕所时 他发现 自己的壁肉 大腿里侧的肉 又长得丰满起来 了 不禁感叹流泪 回客厅后 刘表惊奇地问 其原因 刘备说 以前我身体不离马鞍 比 肉都已消退 现在长久不起马 致使这些肉有 重新尝出来了 光阴似箭 我渐渐老去 而攻 叶无尘 叫我怎能不伤心呢 毕肉复身 据此而来 家家毕肉复身 锦号比喻久除安逸 壮志未愁 享有所作为 鞭长莫及 春秋时 楚国大夫身无谓 出使其国 途经 宋国时 英梅事先戒道 被宋人杀了 楚庄王 听到这个消息很气愤 马上率军功打宋国 宋 国相晋国求援 晋锦公决定出兵就宋 大夫 官名 伯宗认为不行 他劝晋锦公说 楚国阵 在强盛时期 我们不能与他征战 俗话说 虽鞭之长 不及马腹 鞭子虽然长 但不硬 该搭在马腹上 因为马腹不是鞭子可打的 地方 楚国也不是可以攻打的对象 晋锦公于 士庭指出兵 鞭长莫及 由 虽鞭之长 不 吉马腹 演化而来 家家鞭长莫及 锦号指力量达不到 变身走夜 东汉末年的刘备 娶了东吴孙权的妹妹魏妻 孙夫人敏捷刚猛 身边有百余名碧女执刀户 使刘备常怀戒备之心 生怕生变于走夜之下 在走夜这样静的地方发生变乱 后来刘备 听从法阵的劝说 占取属的 于是任命法阵位 属俊太守 当法阵滥用权势交恨四行时 有 人劝诸葛亮上奏刘备 抑制一下法阵的权势 诸葛亮说 刘备能有今天这样的新局面 权 亏了法阵 怎么抑制得了他呢 身变于走 夜之下 后简化位 变身走夜 走夜 割知 我 家家变身走夜 警号比喻变乱 发生在内部或身边 标新立异 东径时 人们都认为庄子 逍遥游 中的 思想内容是难以琢磨的 许多有时知识明思苦 想 得出的结论 也不能超出 郭相相秀的见解 有个教之道灵的和尚在白马寺和人谈起 逍遥 由 居然能 标新立于二家之表 立意异于 众贤之外 他的见解和郭相相秀及众贤人 的见解不一样 是人们所没有体会到的 于 是大家都引用他的见解了 标新立于 由 标新立于二家之表 立意异于众贤之外 简 化而来 加加标新立于 仅号原来只读创新意 立论与人 不同 现在常常只提出新旗族章或创造出新 其是样 别开神面 唐太宗为表彰二十四位开国功臣命人在 凌烟阁阁内画上他们的肖像 八九十年后 到唐 玄宗李隆基时 这些原来栩栩如生的画像已色 则暗淡 李隆基听说曹操的后裔曹霸擅长画人 物和马匹 就命他让这些画复原 经过曹霸的 精心创作描摹 肖像画果然重放光彩 李隆基 因此封他为左武将军 杜甫后来赠给曹霸一 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 林烟功臣少颜色 将军 下笔开申面 成语 别开申面 据此发展 而来 家家别开申面 仅好比喻令创新的风格和局面 别无常物 东晋时的王公虽然做过前将军次力等大 官 但生活简朴 一次 他从盛产竹子的汇姬 回到国都健康 朋友 王晨去看望他 见他做的 大主席非常美观舒适 就说 你从盛产竹子 的地方回来 这样的主席一定不少 送给我一 令吧 王公 王公 点点头 派人把那领唯一的主席 送去 而自己只好坐在草席上读书吃饭 王晨 知道实情后 非常惊讶和抱歉 王公回答说 你还不了解我 工作人无常物 我忘公 在生活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常 多余 家家别无常物 仅好形容生活穷困 亦无所有 兵至如归 春秋时 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出使靖国 被 留在简陋的宾馆里 得不到靖平宫的接见 此 产见宾馆的门太矮小 就吩咐随从把墙门拆掉 让自己满载礼物的马车进去 靖国大夫是文博 见状则怪子产 子产首先解释拆墙门是为了保 葬这些献给靖平宫的礼物 然后提到以前靖文 宫对宾客的态度 宾馆豪华宽敞 服务很周到 使宾客们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 来宾总是很 快能受到接见 室文博霸子产的画回报给靖平 宫和执政大臣赵文子 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 并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子产 家家宾至如归 锦号一位客人到了这里 就向回 到自己家中 形容带客殷勤 周到 兵部写任 东径屯齐校尉 官名 郭末 郭末应个人恩怨 诬陷 并杀害了平南将军 刘映 将领 陶侃文讯上 书朝廷 要求讨伤 郭末 占据江州的郭末听说 应勇善战的 陶侃正帅军前来 荒作一团 打算 撤离 可是江州已被团团围住 盼江宋侯看到 大势已去 就抓住郭末 打开城门 向陶侃头 降 结果 陶侃 兵部写任 兵器上没有沾 写 就结束了这场战斗 家家兵部写任 警号只为金交锋 就取得胜利 兵不厌诈 东汉时 驻守五兜的 于许带了几千人马到 甘肃境内去跟枪人作战 行军路上 他命令是 兵们每天增修炉灶 足足修了数万个 有人问 他为什么这样做 于许说 兵不厌全 用兵打仗要善师计谋 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谜 或敌人 以为我们天天增加兵源 这样 虽然 他们的军队比我们多 也不敢来追击我们 枪人果然重计 于许取得了胜利 兵不厌全 多用作 兵不厌诈 家家兵不厌诈 锦号只用兵打仗时 不以欺骗为过 要尽可能的采用计谋 迷惑敌人 兵贵神速 五代十国时的后唐 打败了来犯的后梁军队 并俘获将领王艳章 战斗一结束 后唐皇帝里 存续就召集大臣们 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 有人 主张成圣攻打后梁都城开封 也有人认为后梁 主将断宁的军队 还在黄河以北 不应轻易发兵 大将李四元认为 兵贵神速 如果迅速攻 打开封 断宁会来不及渡黄河前去援救的 李存旭根据这个意见 带领军队迅速攻占开封 俘获后梁的朝廷官员 断宁也因此率军投降 后唐之用五天时间 就一举消灭了后梁 家家冰柜神速 锦号只用冰柜在行动特别迅速 并入膏肓 春秋时 敬锦公得病 在秦国明医缓道来 以前 锦公梦见两个小人在谈话 一个说 明医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另一个说 我们躲到横隔膜上面心脏下面的那个部位 去 他就对我们没办法了 明医缓看了病后 说 病根已在荒之上高之下 针酒和 药力都挤不到了 警公一听 很佩服他的高 明 不久 静井公便死去 病入膏肓 由此 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病入膏肓 锦号形容病是严重无法医治 一比喻事太严重 无法挽救 波云赌日 冠位进朝的上书令 一次 他见太子舍 人 官名 乐广在与一些民事交谈中 出言部 凡 美妙高超 感到很惊喜 于是称赞乐广说 自从那些闲人死后 我常担心高妙的言论会 因此绝机 想不到今天又从你的嘴里听到了 他还让本家子弟多去拜访乐广 听听他的教会 因为乐广像一面洁净的镜子 看问题清明 使 人有 披云雾耳赌青天 拨开云雾看到青天 知感 拨云赌日 由此演化而来 家家拨云赌日 警号指拨开云雾见到太阳 比喻 冲破障碍 见到光明 伯乐乡马 春秋时的孙杨应有一副识别千里马的好眼 力 被人们称为 伯乐 神话中掌管天马的 行明 一次 他在路上遇见一匹套在车上的 马 累得浑身冒汗 趴在地上喘气 踏实出这 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 十分心痛 赶快脱下字 挤的衣裳 披在马背上 这马像是懂得伯乐的心 琴一样 伸伸腿打个响鼻 然后一纵身站立起 来 仰天长思 后来唐代文学家韩玉感叹道 是有伯乐 而后有千里马 意思是说虽然 千里马常有 但只有伯乐 见别出了 人们才会 知道这是千里马 家家伯乐 相马 仅好比喻善于识别人才 爱惜人才 伯而不惊 东汉的郑重 从小跟父亲学习 儒家经典 竹 舰队 左侍春秋 等书有一定的研究 他在座 官后 利用空余时间写了一本 左侍春秋著 和另一位经学家贾奎的 左侍春秋著 一起授 道学者们的好评 经学大师马荣也曾想为 左侍春秋 做柱 但他在读了 贾奎正重的著作 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评价说 贾奎的柱经 而不薄 正重的柱 薄而不经 如果他们能 做到既经又薄 我就无法超过他们了 家家薄而不经 仅好只学识广播而不精通 博士买驴 从前 有位熟读经书的博士 自以为学问 高深 喜欢到处卖弄 一天他去集市上买驴 按当时习惯 买主应写一张劝句给博士 但那 个驴贩子不识字 这正给了博士一个卖弄的机 会 他铺开纸 占宝墨 摇头晃脑地边写边念 起来 谁知一连写了三大章 还没写到一个 驴字 竟是废话 驴贩子不耐烦地说 你只要简简单单地把我卖驴子的时间地点 和价钱写上不就行了吗 根据这个故事 人 们概括了成语 博士买驴 家家博士买驴警号比喻写文章废话连篇 不得 要领 补咒补业 春秋时 成国公子敬重未必或逃到齐国 齐桓公很敬重他 封他为管理工匠的大臣 一 四 桓公到敬重家喝酒聊天 越喝越高兴 眼 看天黑了 桓公让敬重点起灯来继续喝 敬重 婉言劝指道 成补齐咒 未补齐夜 不敢 意味 对齐桓公白天喝酒 他已占补过了 是 吉利的 但夜晚喝酒没占补 恐怕不吉利 所 已还是别喝了 补咒补业 据此简化而来 补 占补 佳佳补咒补业 锦号形容燕乐无度 昼夜相继 补天欲日 古代神话传说 远古时代 水神贡公被火 神祝荣战败后 一头把晴天大柱不周山撞断了 于是天塌了一大块 大地也裂开来 女神女娃 捡了些五色石头融化后补天 又结下大憋的四 调退把天之称主 又有神话传说 太阳女神兮 和和十个儿子每天轮流在天空值班 兮和常待 儿子们到甘渊去洗澡 让明镜的甘渊水把这些 太阳们洗得明明亮亮 补天欲日 有这两个 神话传说而来 家家补天欲日 谨号比喻极大的功勋 不变书卖 春秋时 靖立宫宠信大臣虚同 让他执掌 了朝政大权 靖国贵族鸾书中行眼经过策划 派人杀了虚同和靖立宫 按规定 他们应立孙 周子的哥哥为国君 但他愚笨无知 不能辩 书卖 分不清农作物 当不了国君 所以 杀死国君 西公 引起一些贵族的仇恨 想起兵 想起兵讨伐 紫四 紫四发 绝对方的意图 先下手把他们杀了 从而掌握 政国大权 后来紫四在重新划分 大夫们的封地 十 又倾夺了私室 赌室 侯室 紫师 是等贵 族的田地 和他们结下冤仇 这些贵族们就 聚群不成之人 聚集了一伙心怀不满的人 又联合以前被子四杀死的贵族与党闯进 宫中杀死了子四 不成之徒 与不成之人 同 家家不成之徒 仅耗止心怀不满的人 不耻下问 春秋时 魏国大夫孔宇死后得到了一个 文 的称号 孔子的学生子贡对此有疑问 就去问孔子说 孔宇为什么会被称为 文 呢 孔子回答 他资质聪明 又好学上 静 不耻下问 向学问地位比自己低的 人请教 也并不感到可耻 所以被称作 文 家家不耻下问 警号指不一向地位学识较低的人 请教位耻辱 不得要领 西汉朝廷得西西北方的乐士族对匈奴有强 烈的仇恨情绪 便派张谦去联合乐士一起攻打 匈奴 张谦在旅途上被匈奴人捉住 扣留了十 多年 他时时不忘朝廷交给他的使命 终于设 法逃了出来 继续往西走 途经大碗康居 最后到达乐士 但这时的乐士族四经在大下国 安居下来 没有报复匈奴的念头了 张谦谦兴 万苦找到乐士族 最后还是不得乐士要领 家家不得要领 警号只没有掌握要点和关键 不敢越雷池一步 东晋明帝时 皇后的兄弟与亮是个朝廷中 的实权人物 他曾派一个叫温乔的将军去驻守 江州 当苏郡和祖约起兵反叛朝廷时 温乔想 带兵离开江州去保京都 雨亮得知这一消息 后 马上写信给温乔说 我担心的是西边防 县 所以请你不要越过雷池一步 古雷水 流至安徽望江县东面 积水陈池 称雷池 家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警号比喻不于越一定的范围 或界限 不寒而栗 西汉武帝时有个教义众的官员 凶狠残暴 手段毒辣 后来 他调任做定乡太守 上任地 一天 就对监狱中二百多犯人加重处罚 同时 他还把前来看监的二百多名犯人的亲友也全部 抓起来审讯 给他们按上 替犯人解脱刑拒 的罪名 关进监牢 然后 又把这四百多人医 同杀死 消息传来 全郡百姓听了 不寒而栗 身上并不寒冷也发起陡来 人人自为 家家不寒而栗 警号形容极其恐惧 不禁而走 东汉末年 孔荣的好友盛孝张住在江东 不为孙策所喜 孔荣怕他被杀害 便写信给曹 曹 劝他招用盛孝张 信中提醒曹操 如果要 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就须广泛招揽贤 猪 欲没有禁也会来到人们手里 是因为人们喜爱 他们 而贤财是有禁的 如果尊重他们 他们 更会来了 禁 小腿 家家不禁而走 警号比喻不带张扬就迅速流传 不堪回首 五代南唐皇帝李玉 是称李后主 臣勉 于奢侈祥乐 当宋太祖赵匡应的军队南下包围 南唐都城精灵时 李玉还陶醉在歌舞声色中 结果自己也作为俘虏 被押送至开封 受到百 般无辱 一个初春的夜晚 他看到明月当空 哀愁痛苦顿时涌上心头 第二天写了手 于美 仁 词 表达了他对雇国及家庭生活的怀念 其中有两句是 小楼昨夜又东风 雇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 堪 可以忍受 回首 回顾 家家不堪 回首 仅好意味回忆往事 使人痛苦难忍 不可多的 东汉 东汉末年的 迷痕性情刚直 文才很好 孔 荣相 汉县帝推荐 迷痕 称赞他 天资聪明 才能 超群 是 不可多的 的人才 执掌 朝廷 大权 的曹操 因此 召见迷痕 但迷痕很蔑视曹操 谈 话间多有讥讽 曹操怀恨在心 用戒刀杀人之 即 把迷痕送到 性情暴裂的 江夏太守 皇祖处 一次 皇祖在大船上宴 请宾客 迷痕和皇祖顶 撞了起来 被皇祖拉下船 处死 十年二十六岁 家家不可不多 警号形容 稀少 难得 不可就要 西州初期 周立王残暴无道 引起百姓的 咒骂 连一些大臣 也对他很不满意 为此 周 立王派亲信去监视 凡见有议论他的人 都抓 来杀死 有个叫凡驳的大臣 写了首叫 版 的诗向立王敬见 诗中写道 周立王坏事 做的 太多了 就如同形成 炽热的火势 不可就要 无法挽救 周立王一意孤行 民众忍无可 忍 起来反抗他 迫使他逃往外地 家家不可就要 警号形容 无法挽救 不可同日而语 战国后期 日渐强大的秦国 对齐赵等六 国构成了威胁 纵横加苏秦到赵国 游说赵王连 和其他国家 共同抗秦 苏秦说 六国的土地比 秦国大五倍 军队比秦国多十倍 联合起来玩 全可以击败秦国 为什么要向秦国求和称臣呢 打败别人与被别人打败 别人向自己称臣何字 己向别人称臣 岂可同日而言之灾 难道 可以放在同一天里 相提并论吗 意味着是截然 不同的两回事 赵王同意了苏秦的主张 岂可同日而言 现在写位 不可同日而语 家家不可同日而语 锦号形容 无法相提并论 一样 看待 不明意前 西汉文帝流环做了各梦 一个头戴黄帽的 人在自己脚下一推 使自己登入天堂 第二天 他看到船夫 邓通和梦中推他的人 一模一样 九 风之为尚大夫 并把一座铜山赏给他 准他自 挤柱前使用 邓通感激不尽 他看到文帝背部 尝了个独庸 就用自己的嘴去瞬息浓血 后来 太子刘起即位 成汉景帝 撤了邓通的官职 并 以偷住钱 帝之罪 抄没了邓通的全部家产 邓通 四处流亡 不明意前 一个钱也没有 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 明 战友 家家不明意前 仅好形容极其穷困 不宁为事 春秋时 楚国公子为同郑国一位女子定了 亲 迎亲时 为带了许多兵前往 想沉积偷袭 郑国 郑国人见此情形 不让他们进城 叫他 门在城外举行婚礼 为的随从强词夺礼说 不 让进城市侮辱他们楚国 不宁为事 又始为 蒙其先君 意思是 不只是如此 还始为妻 骗了他的祖先 因为为来前世祭了祖宗的 郑国人一针见血地说 你们带兵入城 不安 好心 最后 最后让楚国人空手 进城举行婚礼 家家不宁为事 景号意味不仅如此 不求圣解 东晋文学家 陶渊明自小家 靖清平 全家靠 一点微薄的天产 维持生计 成年后 他几次外 出座官 又因不满于官场的黑暗腐败而几次辞 官回家 他不贪求荣华富贵 乐于过清净贤士 的田园生活 耕作之余 勤奋读书 陶渊明读 书 重点在于把握文章要指 不刻意于咬文嚼 字 自称为 好读书 不求圣解 每当读到 会心处 他会高兴得把吃饭都忘了 他的人品 和诗文为后人所传颂 家家不求圣解 谨号 只读书 只领会精神 不再字句 尚多花功夫 一形容只求懂个大概 不求深入 理解 不屈不挠 西汉城第十 京城长安遥传洪水将要袭来 官兵们 争相逃命 城里一片混乱 城帝的旧父 大将军王奉下得赶紧劝城帝躲到船上去 并 叫其他人也上城楼避水 城向王商竭力劝阻 认为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 忙于逃命 指 会使人心更加慌乱 后来经过查实 所谓洪水 纯属谣传 城帝因此称赞王商 批评王奉 王 奉对王商怀恨在心 多次在城帝面前污产 时 城帝罢免了王商的成像职务 史学家班固在 汉书 上评论王商是因为 不饶 弯曲 不屈 屈服 而丢得关 不饶 不屈 现用作 不屈 不挠 家家不屈 不挠 警号 只在困难或恶势力面前不屈 服 不低头 不入狐穴 烟的胡子 东汉时的班超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 先到 善善国商定邦交 这时 匈奴国也派密使来到 善善对此进行破坏 班超察觉到这个情况后 认为必须消灭掉这些人 并比方说 不入狐 血 不得狐子 不进老虎洞 就得不到小 老虎 当夜他就带了一些壮士 攻入匈奴行 赢 杀死匈奴密使和随从 第二天 他再去与 善善国王谈判 终于完成了使命 不入狐穴 不得狐子 常用作 不入狐穴 烟的狐子 家家 不入狐穴 烟的狐子 仅好比喻 只有赢着困 难 才能获得成功 不胜了了 东汉 末年的孔荣相传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他十几岁时以亲戚名义去求见河南太守李元礼 李元礼见孔荣后问他与自己有什么亲戚关系 孔荣回答说 我的祖先孔秋 孔子 曾请教 过你的祖先李儿 老子 因此我们两家还是 世交呢 在场的人都为这小孩能说出这样的 话来感到惊奇 钟大夫 关明 陈伟进来听说 此事后 随口说 小时寥寥 大魏必加 义味 小时候聪明 长大了不一定怎么样 孔荣马上反驳说 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寥寥 清楚 明白 家家不甚寥寥 仅好义味不太了解 不很明白 不识时误 东汉末年 明是孔荣 是财傲物 经常讥讽 反对曹操 他写信嘲笑曹操攻打乌环平定 编证之乱 写文反对曹操提出的敬酒上捡的身 活作风 曹操很恼火 又因为孔荣名气较大 不便下手处罚他 后来曹操当上了汉县帝的大 将军及丞相 实际上操纵了中央政权 孔荣部 满于曹操的篡位 又百般反对 曹操终于借故 将孔荣满门操展 东汉的巡悦在边筑 汉记 识 称孔荣的行为 不识时误 家家不识时误 仅号指认不清形式和时代潮流 不识之无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给诗人远整的信中曾讲 到自己小时候的事 信中说 他还只有六、七 各月时 如母常抱着他在书屏前玩 有人指着 书屏上的 知、无、两字交他认 又小的 白居易虽然嘴上还不会说话 但心中已记住了 这两个字 当人们在问他 知、何、无、时 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根据白居易又小 旧时、知、无、的故事 人们创造了成语 不识之无 家家不识之无 仅号形容一字不识或识字不多 不贪未宝 春秋时 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宝玉 拿来 献给正清 官民 子涵 子涵谢绝了 献玉者 说 玉公看过这块玉 实为是宝玉 所以我 才敢拿来献给你 子涵回答 你把这块玉 当成宝物 而我 以不贪未宝 把连结不贪 当成自己的宝物 如果你把宝玉送我 那大 家都丧失了自己的宝物 献玉者又怕自己收 藏宝玉会带来灾祸 子涵就把他安置在自己家 里 让玉公把宝玉加工雕琢后卖出去 使献玉 这父有了 再让他回家 家家不贪未宝景号表示作风连结 不贪取财物 不为五豆米折腰 东京诗人陶渊明生前曾几次作官 因为对 官场的腐败看不惯而几次辞官 他41岁时 在江西彭泽当宪令 任职才几十天 郡里派了 各都由官民来视察 县里的小官室告诉陶 渊明要穿上官服公公静静的去迎接都由 陶 渊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愤愤的说 无不能为五豆米折腰 全全是乡里小人邪 意味我不能为了这县令的五豆米官奉 9.去弯腰侍奉这种无名小辈 然后辞官回家 到乡里隐居去了 家家不为五豆米折腰 警号比喻清高 有骨气 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当上宰相以后 张勇曾经评论 他说寇宫是个人才 可惜在学术方面还欠 缺一些 后来两人相会 寇准说 你总 该向我提点意见吧 张勇呆了一下 然后说 或光传 不可不读 寇准不懂他的意思 等他走后 取汉书或光传 来读 读到或 光 不学无术 时 哈哈大笑说 张勇批评 我的原来是这个 两个人 一个善于提意见 一个勇于接受意见 寇准终于成为一代名臣 家家不学无术 警号只缺乏学问和本领 不遗余力 战国时 秦国攻赵 花了三年时间 才把 长平 地名 攻下 要继续进攻就没有力量了 只好撤兵回国 但要赵国献出六座臣 作为讲 何条件 有个叫楼缓的人从秦国来见赵王 说 秦国如何如何强大 劝赵王歌臣求和 而赵国 大臣于清则劝阻赵王说 秦国攻打赵国 以 不遗余力 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力量 是 在打的筋疲力竭之后才回去的 所以不应把秦 国权力进攻都没能攻下的六座臣送给他 家家不宜于力竭号只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 一点都不保留 不翼而非 战国时 秦将旺姬为攻赵国都城邯郸 一 连十七个月都没能攻下来 这时 有个叫庄的 人劝王姬多奖励不下 王姬傲慢的说 我执 行大王的命令 不用你插嘴 庄生气的说 要知道 众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众口所疑 无翼而非 意思是说 如果大家嘴里都传播 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没有翅膀也会到处飞 行 传得很快 但王姬还是不听劝告 后来 兵士们由于生活越来越困苦 起来作乱 晴昭 王了解情况后 把王姬杀了 家家不宜而非 警号比喻言论消息传播迅速或 东西突然丢失 不因人热 汉潮有个较良红的人 性格清高孤僻 喜 欢独来独往 从不和别人一块吃饭 他年轻时 在太学念书 同学生火 做完饭后 看看火还望 锅子正热着 就招呼他赶快趁热做饭 谁知良 红说 我良红 不应人热 意思是说 我不是一个依靠别人热锅的人 家家不应人热 仅好比喻不依赖别人 不愿千里 战国时 思想家孟子到处推行自己的 人 正 思想 呼吁各国统治者施行 仁正 以 获得民心来统一天下 他听说梁慧王在昭纳贤 是 就长途跋涉 从邹国赶往梁国 慧王对梦 子说 老人家 你 不远千里 不以千里 未远 而来 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好办法吗 孟子答道 大王何必奖励呢 只要奖人一旧 可以了 家家不远千里 仅好形容不怕路途遥远 不知所云 三国中的属主刘备在临终之际 把儿子刘 缠托给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全力辅佐刘缠 他 通过对外与东吴恢复联盟 对内发展生产训 练军队等策略 使蜀国重新振作起来 然后难 真一族酋长孟霍 七情七纵 使孟霍甘心称臣 接着 诸葛亮又决定亲自率军阀 临行前 他给刘缠上了一道出师表 对智数提出许 多忠告 同时也表明自己的忠心 他在最后写 道 我因为要远行 所以流着眼泪写了这份 奏表 不知所云 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时 磨 家家不知所云 仅好原来未自签词 后来只语无 轮次 令人难懂 不自量力 春秋时 若晓得习国语较大的正国相邻 依次两国发生争执 习国国军不仅不承认自己 的错误 反而出兵侵略正国 结果被正国军队 打得大败 当时 有箭矢的人就认为习国不仅 无力 而且还 不量力 不能正确估量自己 的力量 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 果然 没有 多久 习国就被楚国灭亡了 家家不自量力 警号只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不翻无恙 晋朝的英众 勘任荆州次使时 属下官员 顾凯之请驾东归 想借一条帆船 英众勘破例 借给他一条官船 帆船行至华戎陷境内的破种 周时 狂风大作 顾凯之等人死里逃生 顾凯 之为此写信给英众勘说 我们在破种这个的 方 破种而出 逃出坟墓 现都已脱险 不翻无恙 翻船无损伤 旅客平安 家家不翻无恙 警号只船行无事 旅途平安 才高八斗 南朝宋时的谢灵运出生于东晋大士族 深 活豪华 性情狂放 他做官时不爱理政务 长 纵情于山水之间 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 宋文帝时他被召至京城 任秘书间 官名 成为宋文帝的文学侍从 谢灵运自负的说 如 我天下的财共有一时的话 那么 曹子健 为 时的曹直 独得八斗 我得一斗 天下共分一 斗 谢灵运后来由于狂放任性 以谋逆罪被 冲军广州 最后被处死 家家财高八斗 警号比喻人的文才极高 沧海桑田 传说东汉仙人王芳平在门徒蔡经家见到了 仙女麻姑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妹妹 她早年在 姑于山修行得到千百年过去了 长得仁如实 八九岁的姑娘 头顶盘着发迹 与发垂至腰迹 身上的衣服光彩夺目 大家举杯欢宴 麻姑说 我自从得到天命以来 已经三次见到东海边 为桑田 这次去仙山蓬来 见海水比以前浅了 许多 大概又快要变成陆地丘陵了吧 王芳 平笑着说 难怪圣人说 海中行陆都会扬起灰 沉 家家沧海桑田 仅号指大海变成桑田 桑田变成大 海 比喻世事变化很大 沧海疑速 北宋的苏氏因反对王安石变法 被贬至黄 州当团练副使 官名 黄州靠近赤壁 不是 赤壁之战的赤壁 苏氏在第一次有赏赤壁后 写了篇有名的 前赤壁附 附中 苏氏表达 了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思考 他认为 人生活 在永恒的天地间 渺小的如同 沧海一粟 大海中的一粒小米 生命短促的如同只能活 几小时的浮游 所以 一切功名都是空的 连一代豪杰曹操也不免落得死亡的结局 家家 沧海一粟锦号比喻非常渺小 藏购那屋 春秋时 宋国杀死了过路的楚国使者 楚 君因此前去攻打宋国 宋国急忙向晋国求救 晋 靖宫认为有求不应是耻辱 打算出兵援救 但他的大臣 伯宗却认为 楚国正在强盛时期 靖 国不应与他对抗 他对靖井宫说 既然 川泽 那屋 山手藏籍 将何湖泊能容那屋浊的 东西 山林草则可以隐藏独虫 当国君的也 就应该容忍一时的屈辱 不该一步就送未尺 靖井宫于是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藏购那屋 由 川泽那屋 山手藏籍 演变而来 家家藏购那屋 锦号比喻包容坏人坏事 草菅人命 秦朝的赵高在做胡亥的老师时 教他如何 用酷刑杀人灭族 胡亥即位臣秦二世后 滥杀 无辜 他杀戮其他公子公主 处死将领蒙田 蒙义 腰斩丞相李斯 活埋修秦始皇墓的名 公 是杀人若爱草菅 把杀人看得如歌 草一样 结果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 西汉 的甲义在 志安策 一文中分析了胡亥的所作 所为后执出 滥用酷刑 有害无益 以此劝谏 汉文帝谨慎从事 草菅人命 由 是杀人若 爱草菅 演化而来 草菅 野草 家家草菅人命 仅好意味把人命 看作野草一般 只轻视人命 任意杀戮 差强人意 东汉的吴汉 曾因兵客犯法 而逃亡至于阳 帝明 以犯马为业 后来投奔光武帝刘秀 屡立战功 被任命为大司马 一次他率军出征 打了败仗 许多将领都惶惶不安 失去常态 刘秀派人去观察 吴汉的动静 使者回来禀告说 吴汉斗志昂扬 正在整修武器 激励士气 刘秀感叹说 吴功差强人意 意思是说 吴 汉的所作所为 很能振奋人心 差 古意味很 神 经意味比较大致 强 振奋 家家差强人意 仅好指上能使人满意 豺狼当道 东汉顺帝的大舅子梁继位居高官梁家事 力不满朝廷 他们贪赃王法 为所欲位 一次 汉顺帝派了八个特使巡视全国各地 城半地方 上的贪官污吏 其中年纪最轻官值最低的特使章刚到了洛阳城外就拆毁自己乘坐的车子 卸下车轮埋在地下 不走了 别人问他原因 他气愤的说 豺狼当路 安问狐狸 豺狼都 挡在道路中间 何必去查问狐狸 意思是 说 梁继这样的大恶都还在掌权 何必去承办 地方上的小恶 于是上书顺帝 揭发梁继的罪 行 家家豺狼当道 警号比喻坏人当权 长安居大不义 唐代诗人白居 意为太原下归 地名 人 二十岁时还没什么名气 一次他上京城长安游 玩 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见有名的顾矿 顾矿看 到他的名字叫白居意 就开玩笑说 长安城里 东西很贵 居大不义 居住下去很不容易 等他看到白居意的诗 离离园上草 一岁 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石 不惊 赞叹道 有这样的好诗 不要说居长安 居 天下也不难 我老头子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 家家 家家长安居 大不义 警号 比喻某地生活费用很高 不容易居住 长驱直入 东汉末年 刘备手下的关羽 趁秋水猛涨 营水烟曹操部将曹人退守的凡城 曹操及盲派 大将徐晃前去解救 徐晃首先率军攻打四种 帝鸣 大败关羽 然后一路追杀 直冲进敌 军队曹人的层层包围圈中 把敌军打得溃败 解救了凡城 曹操文讯写信为劳徐晃说 古 往今来 还没有一人能像你这样 长驱进入 敌人包围圈 杀敌获胜的 长驱进入 现用作 长驱直入 家家长驱直入警号指军队 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 前进 唱愁亮杀 南朝宋的大臣谈到继帅兵攻打北魏军队 接连打了三十多仗 捷报平传 部队到达立城 时 粮食已尽 不得不后撤 北魏军队听俘虏 说宋军应缺粮而人心恐惧斗志低落时 马上 前来追杀 入夜 谈到继位迷惑敌人 畅愁 量杀 以杀充米 量杀时畅数计愁 并把 部队剩下的一点米撒在路上 北魏军队以为宋 军存粮充足就不敢追了 并以谎报军情罪杀 乐俘虏 家家唱酬量杀 警号比喻制造假象 把没有的装成有 的 车水马龙 东汉张帝时 福波将军马园的小女儿被遵 封位皇太后 汉张帝还准备对太后的兄弟们封 官家决 遭到太后的坚决反对 第二年大汉 又有人提出这是因为没给太后的外妻 娘家人 封决远古 对于这秉承拍马的论调 太后下 赵执出 她娘家的人只知享乐和全力 几天前 她路过娘家时 看到前去那里请安问好的很多 车如流水 马如游笼 车子向流水 马连 陈游笼状 管是人衣着华丽 打扮的比他的 车夫还好 所以一旦给他们封决 只会危害国 家 家家车水马龙 警号形容车马来往不决 非常热闹 繁华 车在斗梁 三国时 属主刘备未替官宇报仇 律几时 万大军前来攻打东吴 孙权听到这一消息 即 盲派中大夫 官名 赵兹出使魏国 向魏文帝曹 批求援 赵兹见到曹批后 不卑不亢 应付字 如称赞了孙权的才能 维护了吴国的荣誉 曹批听后暗暗清风 不禁问道 像你这样的 人吴国有多少 赵兹回答说 吴国聪明觉 顶的人就有八九十个 如成之笔 车在斗梁 不可胜数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用车来载 逗来辆 也数不胜数 家家车在斗梁 井号形容数量很多 沉沉相应 从秦末农民起义 到楚汉之争 长期战乱史 的国库空虚 民不聊生 刘邦统一天下后 总 是发展经济 下令减轻农民的租税 汉文帝流 横河汉井帝流起即位后 继续减少租税 鼓励百 信耕作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 到汉武帝时 国库堆满了钱币 以至串钱的线都没烂了 粮 仓里的粮食 沉沉相应 沉粮压着沉粮 甚至因沉放不下 而只好露天堆放 人民过着负 族的生活 家家沉沉相应 井号比喻应寻守旧 毫无创新 沉也萧何 败也萧何 西汉的萧何 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 他 曾向刘邦推荐了 善于用兵打仗的韩信 做大将军 使之为汉朝的建立立下 很大功劳 后来有人向 刘邦的妻子吕后 告发韩信谋反 吕后想把韩信 照进攻来 又怕他不肯就范 就同萧何商议 萧何设计以庆贺平叛 胜利为理由 骗韩信进攻 韩信一进攻 就被吕后 以谋反罪名杀于长乐宫 中士 民间因此有 陈也萧何 韩信成为大将 军是萧何推荐上去的 败也萧何 韩信被杀 是萧何出的计谋 的说法 家家臣也萧何 败也萧何 仅好比喻事情的成败 好坏都由一人造成 城湖设属 东晋司马家族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很尖锐 当大将王敦在统都将阳京香交广流 周军事后 对长江下游的东晋朝廷构成很大威 邪 靖元帝司马瑞为应付不测事便发生 任命 刘奎为正北将军防范王敦 王敦决定打 这清除刘奎这个君王身边的坏人的名义 反叛 朝廷进攻都城 常使官名谢坤劝祖说 刘奎确实是个祸根 但他是城湖设属 要捕杀城墙中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 会会 坏城墙和神庙的 社 土地庙 家家城湖设属锦号比喻有所倚仗的坏人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古代宋国的一座城门突然失火 百姓们见到熊熊的火光都提着圣水的气聚赶来 真香 从护城河中挤水去浇灭城门大火 当火被扑灭 时护城河里的水也被咬干了 无辜的鱼都干 死 根据这个故事 人们概括出成语 城门失 火 殃及驰鱼 殃 灾祸 驰 护城河 家家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仅号比喻无端遭受千累 何祸害 城下之盟 春秋时 楚国派兵攻打脚国 军队驻扎在 脚国都城的南门外 脚军顽强守城 楚江驱峡 根据脚国人容易轻举妄动的特点 故意不去保 护楚国的砍柴人 以引诱脚国军队上山去追捕 脚国人果然中计 楚军趁此机会悄悄开到都城 北门阻断了脚军的归路 同时还在山下设下 埋伏 楚军两面夹击 把脚国人打得大败 破 使他们定立 城下之盟 在城下向楚国定立 屈辱的盟约 成为楚国的附庸 家家城下之盟 警号指在敌人 濒临城下的情况下 被迫和敌人签订的屈辱盟约 乘风破浪 南北潮流送时 有位叫宗雀的少年 志向远 大 胆量过人 还有一身好武艺 十四岁那年 他哥哥结婚 家里人忙着办喜事 一帮强盗衬 机前来抢劫 松雀发掘后 独自挺身而出 粉 力搏斗 把强盗赶走 叔父看到他 致勇过人 问其他的志向 松雀回答说 我愿成长风 破万里浪 创出一番伟大事业来 他长 大后 果然为国南征北战 成了身微卓著的江 军 乘风破浪 由 陈长风 破万里浪 简化而来 家家乘风破浪 警号比喻志向远大 不畏艰险 奋勇前进 沉信而来 东径的王辉之 王兮之之子 自自由 主 在山音 地名 时 夜里下起了大雪 他吩咐 仆人取来酒 独自着引勇诗 雪停后 他环顾 四周白矮矮景色 忽然想念起朋友带回来 可 是 是戴奎远在 善线 王辉之心 至上来 连夜坐船 前去拜访 天亮到达戴奎门口 他却不进去就 返回了 别人问起时 王辉之回答 我本来 就是 沉信而来 沉信而来 趁着一时高兴就来了 心智静了就回返 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奎呢 加加加 沉信而来 景浩 常指高高兴兴的来到 沉门力学 宋代的杨时考取近事后不愿做官 专心研 沉信 沉疑正在打瞌睡 两人不敢惊动他 酒 视力在门口 沉疑醒来后 发现门外的血以下 惹一尺多生 沉门力学 由此而来 加加沉门力学 景浩比喻尊师重道 沉根吹击 诗人屈原在任楚国官员时 面对日益强盛 的秦国 主张联合齐国共同抗秦 但他的主张 遭到统治者反对 楚怀王听信谗言 罢免了屈原的官职 后来请湘王又把屈原流放到外地 屈原在悲愤之余 写了许多诗篇 其中九章 习诵 中有 沉鱼根而吹击西 何不辩词 置野的诗句 意思是说 喝热根时被烫过的 人 心怀戒心 见了冷菜肉时也要吹一下 而 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头 为什么对楚国和楚王还 那么忠诚 鸡 细切的冷食肉菜 加加沉跟吹鸡锦号比喻 遇见于以往的教训 遇事 过于小心 陈前毕后 周朝的武王死后 儿子陈王继位 由于他 年纪很小 叔父周公带行正事 陈王的另外两 各叔父 管书和菜书 先是散布留言 说周公 要谋害陈王 篡夺王位 使陈王对周公产生了 怀疑 接着又发动叛乱 想夺周陈王的权 陈 王看清了两个叔父的真面目以后 命令周公领 兵平息了叛乱 事后 陈王说 与其陈而比 后患 意味 我要把以前盲目听信两个书 父的留言仪式作为审痛的教训 今后一定要紧 盛行事 陈前毕后 由此变化而来 陈 警戒 毕 谨慎 家家陈前毕后